有一天,追劇馬拉松跑累了 偶爾也可以試著短跑一下 而且如果你跟我一樣喜歡超能力、奇幻片這些題材 千萬不能夠錯過這部經典的劇 在Netflix上面呢,非常的常青 有實際之多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可以好好地追 嗨,大家好,我是好好先生 你今天要好過生活了嗎? 你知道防疫在家最流行的活動是什麼嗎? 沒錯,就是追劇 今天好好先生就要推薦給大家 五部在Netflix上面可以慢慢追又經典又好看的劇 那些已經被大家講到爛掉的劇 像是《宅男行不行》、《Big Ben Theory》、《光航分軍》、《Brooklyn 99》、《六人行》等 相信很多人都已經追完而且看過了 今天都不會跟大家介紹這些常見的被大家狂推的美劇 那今天介紹的五部劇都是我自己的私人推薦清單 而且還有推薦的每一個劇都有四季以上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只花一個週末就全部都追完 然後沒東西看了 好,先生是不是非常貼心呢?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趕快開始吧! 一部我們要介紹的劇呢是《善良之地》的《Good Place》 一部我們要介紹的劇呢是《善良之地》的《Good Place》 那這一部劇呢其實是一個奇幻情境的曲劇 主角呢,Alanor死後來到一個叫做善良之地的地方 有點像是我們平常概念裡面的那種天堂 但是啊,殊不知Alanor深情了連他自己都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好人 他就是那種人人喊打人人喊罵的泰昧 然後對每一個人都非常的惡劣 連他自己都不敢相信會來到天堂 而Alanor為了保障不讓自己露出馬腳 被趕出善良之地 開始慢慢地學習如何好好地對待他人 以及了解自己內心深處的問題 那這部劇後面呢還有非常非常多令人意想不高的發展 那在這邊就先不劇透給大家 那第二部要介紹的影片呢是一部 應該算是也蠻紅的劇 叫做同期俱樂部Grace & Frankie 那這兩位女主角呢就是Grace & Frankie 他們的先生呢 Rob & Thor 原本是工作夥伴 然後雙方的家庭也認識了非常非常久了 但是呢殊不知 殊不知Rob & Thor 之間呢 暗中發展出了感情 然後呢他們最後決定在一起 就跟Grace & Frankie 離婚了 那Grace & Frankie呢在姻緣機會下 就一起搬到了兩個家庭都非常喜歡的海邊別墅 展開了有趣的室友生活 而Frankie啊就是那種嬉皮感很重 然後做事瘋瘋癲癲的性格 然後Grace呢則是非常拘謹壓抑 做事非常狠辣的職業婦女 這兩種性格截然不同的中老年婦女呢 住在一起就擦出了非常多精彩的火花 那這部劇除了討論了家庭生活外 也講到了非常多當人老了之後 生活的變化啊和心態的改變 把這些每一個人在有一天都會遇到的議題呢 用詭諧輕鬆的方式表達出來 接下來呢我們要介紹的是摩登家庭Motern Family 那這部劇呢在Netflix上面呢非常的常青 有實際之多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可以好好的追 那它一樣是一部情境喜劇 有點像是Sipcom的形式 然後講述一個三個中小型家庭的 組合成了一個大家庭的生活 然後過程中有講到青少年的成長啊 家庭問題啊感情問題等等 內容呢非常貼近我們的生活 但是又非常的有趣跟好笑 然後最令我有感觸的是呢 因為演了十季嘛 那在劇中呢有六個小孩 慢慢他們就是從國小 一直講到大學畢業出社會 感覺在這麼長的時間內 我們大家都隨著這些角色成長 對人生不同的體育 有十季大家可以慢慢追 我非常推薦給大家啊 接下來這部劇呢超感八人竹 Sense8 那這部劇呢它終於不是一季喜劇了 因為大家可能會發現前面三部介紹都是喜劇 因為我就是非常喜歡喜劇沒有辦法 那這部劇呢 Sense8雖然只有兩季 但是因為內容非常的特別 非常的精彩 所以我還是想要推薦給大家 但是它每一集都有一個小時左右 總過時長還是有三十二個小時 假如你有一天追劇馬拉松跑累了 偶爾也可以試著短跑一下 而且如果你跟我一樣喜歡超能力啊 奇幻片這些題材 千萬不能夠錯過這部經典的劇 劇中的設定就是 主角們在某一個moment 突然發現自己能夠跟 在地球其他角落的同伴們 有所感知 感應到他們的情緒啊 他們身處的環境 那原來在我們這一群就是 一般的智人homo sapiens當中 有另外一個人種 他們可以互相的感應對方 甚至是身歷其境 另外啊他們也可以下載對方的技能 比如說八位的主角裡面呢 因為sensei嘛 超感八人怎麼就有八個人 八個人裡面就有一位是 有非常好的拳擊技巧 在打架的時候就超級無比好用的 而另外八位主角的設定也非常的多 多遠有比如說homo sapiens啊 transgender啊 heterosexual 所以啊這部戲的重點呢 其實很大都是在講 就是關於多元還有包容 不一樣存在這件事情 非常可惜指出了兩季 但是真的兩季內 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最後一部要跟大家介紹的呢 是魔鬼神探Lucifer 看完到最後面之後 我覺得其實他還滿有深度的 他還講了非常多很深層的東西 只是你需要換一個角度去思考 啊當然啦 大家都知道這部戲的男主角 Tom Alice超級無敵帥 而且啊 這部戲的設定呢 就是他的主角Lucifer 就是大家熟知的 露西法 就是地獄的掌管者 他有一天呢 決定來到人間 來到我們的天使之城 Los Angeles Things居下來 還認識了人類警察Chloe 然後當起了洛杉磯警局的顧問 這部戲除了可以看到 魔鬼和人類一起破案 雞拿犯罪之外呢 還會偶爾時不時的探討 那些我們認為的神和天使 其實是具有人性的一面的 也不見得完全完美 天啊我這樣講出來 是不是會被宗教狂熱者追殺 嗯 那裡面呢也會帶出很多 關於深層情緒啊 或是自我實現 Self actualization 還有家庭問題等議題 其實上面介紹的句很多都非常類似 就是雖然有趣 但是同時也會探討一些 我跟我們生活相關的問題 那我覺得追劇的同時 也可以好好反思自己 是也不錯的 好啦 以上呢今天推薦的 五部Netflix防疫必追清單 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自己大推特推的影集 或是美劇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呢 也別忘記幫我點讚 訂閱 還有分享跟你所有愛看劇的朋友們 我是HALO先生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